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的动词 叫煎或者是炸 我们大声读一下 fry 再来一遍 fry 煎炒烹炸 咱们只要过油 一般都可以用这个词 老外弄不太清楚 我们看一些常见例子 比如说 我说I have another fish to fry 字面意思 我还有另外一条鱼要去炸 其实呢 这是个口语表示 对不起 我还有事情 我要走了 我还有事在身 这个意思 我们来读一下 I have another fish to fry I have another fish to fry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得走了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些固定的搭配 比如frying pan 就咱们常说的炒锅了 炒菜那种锅 我们读一下 frying pan frying pan 还有一个谚语也来自于它 叫什么呢 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刚从炒锅里出来 又掉到火里边下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说的 才出龙潭 又入虎穴 这个大师傅炒这糖醋活鱼 活鱼放在锅里的腾 一腾奔 从锅里蹦入来了 结果掉炉子里成烤鱼了 更倒霉了 才出龙潭 又入虎穴 out of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一些习语 我们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fry 确实在习语中用的多 它做名词呢 很多朋友喜欢 是什么呢 就是炸薯条 我们可以用fries 或者叫french fries 叫做法式炸薯条 没有friand也行 我们大声读一下 fries french fries 咱们在麦当老 可能记身的薯条 是这么来说 那么就我们看一看 在美国这个快餐店里 常说的一些口语 我们看大家可以怎么说 顺便一块把它记住 跟老美去对话 买东西就方便了 比如说呢 一开始的服务员 可能在排斗队之后 会问你 may take order 您可以点菜了吗 或者干脆说 will it be for you 你想点什么 都可以 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 may take order may take order 就我能 那个您可以点菜了吗 准备好点菜了吗 或者这么说 will it be for you will it be for you 本来是what will it be 就您点的菜将会是什么呢 但连读到一块 就will it be will it will it will it 连读一块 最后那个t 失去爆破了 我们再读一下 will it be for you will it be for you 就是你想点什么呢 我们看怎么回答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I need a double cheeseburger a fries and a small coke 我需要一个双层的 即适汉堡 还有呢 一份薯条 还有一杯小杯的可乐 注意这个fry 请问复数 但那一份还得加 一份薯条 对吧 当然我也可以更简单 这么说 I need a number one combo 我需要一个一号套餐 这个combo 就套餐的意思 我们顺便把这次来读一下 combo combo 好极了 在下面对话继续 下面又说了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or to go 你究竟在这吃 还是卖带呢 你看 你们一般听不到什么 for here or to go 这么慢 这么慢 这员工就解雇了 这一天能卖几分 他说的非常快 vert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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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示你是在这吃 是外带呢 读慢了 for here or to go 对吧 我们两个回答方式 第一个 我们说here 就不用说for here了 here 或者外带的时候 to go to go 就好了 是外带 还有呢 后面再接着说 叫 that's five dollars and fifty cents 一共是五美元五十美分 here you are for here you go 给您 把钱给您 here you are here you go 表示钱给你 这个意思 好 后面说呢 this is your change and receipt 这是您的这个找铃 还有您的收据 您的发票 这个change 在这领钱不可数 receipt 表示这个收条 这个收据 那么下面再接着说 我说高优总 我说对不起 我能不能弄点番茄酱啊 Can I have some ketchup Can I have some ketchup ketchup叫番茄酱的意思 这个在快餐店用的多 我们大声读一下 ketchup ketchup 番茄酱 下面呢 再接着说 it's on a service counter over there 在那边 那个自住条路柜 那个自取就行了 it's on a service counter over there 在那边 那个自住条路柜台 在那边有 后面呢 对话就说 thank you 谢谢你 You're welcome Have a nice day 不客气 祝您一天都开心 Next one 下面一个 对话又开始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炸这个词 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习语 做名词 在快餐店的一些用法 我们把相关的这些重点的常用表达 可以一股脑统统把它记住 好 这个词 我们就学习到这 好 好